大家好 我们这节课主要讲解的是一个是笔刷的一个制度 的一个方法 在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画笔库里面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画笔 有的是自制的 有自带的 还有是第三方导入的一些笔刷 在有时候我们在画一些平面图的时候 或者画一些空间的时候 它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 特殊的一些材质 自带的一些笔刷是达不到这样的一种效果的 但是我们又需要然后进行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提高每一个画图的一个效率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笔刷上的一个自制 无论是景观的 还是室内的 还有建筑的 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笔刷 都可以然后自己去定制 然后提高一下我们做图的一个效率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主要要讲解的一个内容 主要讲解的一个内容 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笔刷 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先讲解一个是景观里面用到的一个笔刷 你比如说像这一些平面树的一些笔刷 树球的一些笔刷 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 我们大概然后去说一下 好的 我们新建一个画布 然后做一个讲解 新建一个画布 我们这时候 好的 我们可以然后找到一个 我们原来已经做好的一个图 做一个图里上的一个参考 你比如说拿出来一个图 可以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以后 其实我们怎么去制作它 有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方法 非常简便的一个方法 怎么来呢 在形状里面 形状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素材的一个替换就可以了 在形状编辑器里面有一个导入 导入一个图片 导入我们就是之前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图 就差不多了 这些准备好的一个图 好 点击一下完成 点击一下完成 这时候会出现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预览图上面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是白底的一个图 对不对 白底的一个图 方块的一个图 这时候我们就要然后在颗粒里面对它调整一下 它这个图层叠加的一个样式 就行了 图层叠加的一个样式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什么那种感觉 可以看一下我们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式效果 看到吗 出来是有什么效果 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透明度 也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看到吗 调整它这种颜色 这样的时候呢是一个自制笔刷的这种效果 然后就出来了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呢 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笔刷 你比如说做一些实心的一些笔刷 画笔里面还是这样的 你看 如果说画一行道数 看到吗 画行道数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笔刷 对不对 这种笔刷然后是怎么去做出来的 好 我们简单的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还是拿一个图的时候呢 拿出来 然后出来讲 直接拿出来复制一个啊 复制一个以后 我们就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参数就行了 这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在形状里面同样 好 导入 导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圆库里面 然后找到一个圆形就行了 如果说 可以看一下是分别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效果啊 你可以看 如果说是边缘模糊的一个笔刷 边缘模糊的 你可以看一下 是这么一种情况 好 可以看一下 画出来是一个什么种感觉 看到吗 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 边缘模糊的一种感觉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把参数 再给它去调整一下 把它的一个颗粒 然后它这个参考图 也给它去调整一下 在圆库里面 圆库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稍微边缘模糊一点的这个笔刷的一个效果啊 拿出来一个这个是去试一下 好的 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们可以然后反复的然后做一个调整 就可以了 反复的做一个调整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是贴图的一个效果啊 在圆库里面让我去找 如果说颗粒比较细腻的 我们就找一个细腻一点的这种感觉 也去试一下 你看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可以然后继续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出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笔刷 这样比较个性一点 能够满足你日常的这样的那种需要 就够了 好 如果说是一个实心的呢 对吧 实心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实心的一个图块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我们出来这种效果按了这种感觉去做就行了 如果说你要是做一个是像这样的一种笔刷 看一下啊 调的稍微大一点啊 像这种它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圈 像这种感觉然后是怎么去做出来了 这个笔刷做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了 我们再返回一下啊 返回一下 完全自己定制一个啊 我们自己定制一个 我们需要然后新建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画布 画布建出来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画一个圈出来啊 画一个圈出来 拿一个琢磨画笔啊 画个圆圈 双击啊 用手然后单击一下啊 这样建一个圆 建个圆以后啊 这是一个正圆 正圆的时候 然后把它给放到我们画面那个中间去啊 放到画面的中间去啊 把它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分享 保存一个拼音机格式 放到我们这个相册里面去 OK 放到相册里面去 相册里面去以后啊 你看一下我们接下来 然后这个画布该怎么对它进一个编辑啊 尽管平面输球 我们还是拿它出来 复制一个 然后以它的一个参数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进一个调整 这时候是怎么办的呢 在形状里面 还是一样 导入到我们刚才已经做好的这个图 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是个什么情况 它同样也是一个 然后在白底的这样一个图 对不对 在白底的一个图 这时候我们需要 然后在颗里面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一下 它这个图像叠加的一个样式 就行了 看 插值 你也可以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然后就是都可以去试一下 看到吗 都可以去试一下 好 这样那个基本上它就做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画笔的一个感觉 它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下面是一个什么种情况呢 可以看一下 它有重叠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有重叠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需要然后把它参数 稍微对它进一个调整一下就行了 你比方说 间距 看到吗 在这里调整一下它这个间距 你比方说种一排行道树 对吧 行道树 它这个间距 大概然后有多大 你就可以 然后在这上面 然后对它进一个调整 就可以了 好 再拿过来 就行了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做笔刷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感觉它这个轮廓 然后比较细 比较细 怎么办 我们呢 可以再重新的 然后对它进一个调整 你比方说 我们再重新 把这个画框 画得稍微 然后粗一点 然后就可以了 粗一点就行了 单击一下 好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它这种闭合的一个圆 它就出来了 闭个圆 我们再改变一种形式 如果说把它改成一个透明的一个底 看到吗 背景隐藏 背景隐藏以后 我们再导出一个png格式的一个图 然后 删除到我们相册里面去 OK 删进来了 删进来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再把这个背景给打开 我们再重新调整一下 然后这一个笔刷 整个平面数据 好 再把参数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看一下 在形状里面 形状给它替换一个 形状替换一个 就完成了 完成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在颗粒里面给它调整一下 它这个是图像叠加的一个样式 上面几个应该都可以去试一下 都可以去试一下 好 为什么然后我这个图像 跟刚才我们做这个时候 然后有区别呢 主要是因为 刚才我们做的是一个有 让实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白底的一个图 现在我做的这个笔刷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刚才已经调整了一个模式 是一个是透明的一个底 拼音器的一个格式 透明的一个底 所以这样 我们图像样式的时候呢 也需要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吧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图例 对比刚才的时候效果 也稍微然后更好一点 看到吗 它这个框 然后就会然后更粗一点 这就是我们在做笔刷的时候 然后这样一个是参考方法 参考方法 你可以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 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在我们做一个景观平面诉求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方法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 然后在室内设计里面 它这样的一些图例该怎么办 室内设计里面的一些图例 好我们再做一个室内设计的一个笔刷 好把这个图层都删除掉 好的 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 需要然后建一个 然后正方形的一个图底 然后把图例稍微再去画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个提前然后准备了一个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然后就是我们提前准备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图例啊 把图层稍微合并一下 好 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以后 如果说我们就做一个 然后这种平面图的一个图例啊 好的 把它背景隐藏一下 还是变成一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透明的一个底 对吧 透明的一个底 透明的底以后 导出 拼音机 在那个图片 保存到图片 OK 好的 我们下面 然后再去试一下啊 切换一个图层啊 好 躲在这上面去 OK 这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同样的时候呢 然后也可以 然后就参考 然后这个样式去走啊 它的一个参数 参考它的 好的 导入我们刚才做的 这个平面的一个图例 好 这样进来了 它怎么是一个黑的 对吧 看不见 看不见 这时候怎么办的时候 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个图例 上面有一个参数 然后没有把它给调好 好 就是这个啊 看一下 是不是它的一个问题 参数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重新导一遍啊 重新导一遍啊 重新导一遍 形状从形状里面然后找啊 编辑导入图片 把它导入进来 好的 完成 没有是吧 没有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图的时候 然后重新再去 导入一遍 它是要保存一个拼音机的格式 然后先处图像 导出 导出以后 还是回到 然后刚才的 这个里面啊 这个画布里面 好的 我们再拿一个 出来 然后再去讲一下啊 OK 形状 编辑 导入 导入图片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在颗粒里面 我们调整一下 它这个是图像叠加的一个模式 看到吗 插直 这样过来 看到吗 我们这样的一个图里 就做出来了 基本上方法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 然后就是自己灵活的去变化一下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做一些平面图里的时候 然后用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假如说我们会碰到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材质 然后不同的一些材质 然后该怎么办 你比如说各种各样食材的 对不对 对吧 文化石的 文化墙的 大理石的 对不对 木纹的 像这样的一些笔刷 我们该怎么去做 我们再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 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的 同样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回到 然后这个笔刷子这样的一个图层 笔刷这个图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然后拿一个图的时候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参考 你比如说 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我们再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这时候我们可以 然后在应该是在颗粒里面 颗粒里面 然后导入一个照片 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图 好 这样就OK了 可以再检查一下 看到吗 我们在那个图里 它就出来了 这种食材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层的 很简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